观众朋友 您好 我是白心仪 欢迎收看台湾量起来 今年的国庆演唱国歌的 是来自六规的合唱团 合唱团的指挥是一位亚医师 原本在市区开诊所 一次在六规高中担任校长的表姐 会问她要不要来当合唱团的指挥啊 从此就改变了她的人生下半场 后来莫拉克风灾重创了六规 桥毁了路断了 许多部落都成了孤岛 但是这位亚医师却没有被吓跑 每一次开车上山都得花五个小时 交两个小时的合唱团再下山 刚开始六规的孩子 其实都没什么自信 也不会看五线谱 他带着学生从头学起 并且透过音乐的力量 疗愈了风灾的创伤 渐渐地在地的国中生 高中生都成为了合唱团的成员 有的毕业了还想继续唱歌 这些指挥干脆就成立了合唱团 让已经出社会的学长学姐们 也能够继续唱歌 即使在台中台北工作 每个月一次的练唱 就成了回家的约定 合唱团还拿下了世界合唱大赛的冠军 而亚医师不只是指挥合唱团 还把诊所搬到山上 不收挂号费 成为到台湾地区卫生所之外 唯一的牙医诊所 今年正好满50岁的牙医指挥说 六贵的孩子让他感觉被需要 也丰富完整了他的人生 未来他会带着合唱团 继续地唱下去 后车厢塞满半手里 陈骏志每个运里程数 都超过1000公里 保养厂还以为他是一名 计程车司机 我觉得我在这边六贵这边上班 其实我心中的成就感 比如我在高雄任何事情 20年还要来得多很多 那个成就感是 不是说我今天做了多棒的治疗 不是 其实陈骏志是一名牙医师 过去这15年有一半的时间 不是在山上 就是在往山上的路上 这天他一如往常开上山 不是要看牙 是有另一群人在盼着他 你自己要加入的 你什么想要加入 这三个很开心的 真的喔 你喜欢唱歌 这三个都是我 我小的时候的那种开出 向我们介绍小团圆 陈骏志脸上满是骄傲 他得先绕到更远的老农 接比较小的孩子们 再到六归市区的学堂 我早上吃很饱 想说中午应该没有时间吃 每次练习 都把教室塞得满满的 集结大伙并不容易 陈骏志从高雄市区 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 算是比较近的 中台 中台是在台中 都是熟悉的人 因为合唱团可以让你又回到高中的感觉 就是因为同学都在那边 就觉得哇 可以回去上课了 真的假的 对 真是期待 这里的团圆都跟婷芋一样 国中就跟着陈骏志练合唱 六归高中毕业后 到外地练大学 陈骏志组了尼泊恩合唱团 让每个月回家一起唱歌 成了彼此的约定 还唱到世界的舞台 把圆明鼓调融入歌曲当中 宝来国中与尼泊恩合唱团 在今年柳西兰与去年韩国的世界合唱大赛中 都拿下金牌殊荣 可以唱自己族群的歌 然后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 对 其实是骄傲的 很开心可以用这种歌声 或者是用合唱的方式 然后展现给世界的人看 跟这群团员们有欢笑 更有革命情感 他跟这里的缘分要讲回2009年 担任六归高中校长的表姐夫 邀请陈骏志来当合唱团指挥 但还没就任 先遇到大挑战 前一天晚上上游的 这个烟色湖是整个溃体 造成了老农溪 今天的溪水是不断的暴涨起来 莫拉克重创六归地区 桥被冲走了 鲁断了 部落成了一座座的孤岛 合唱团团长萨里兰当时才国中 生命里刻下很深的印记 我们就是最后才彻底 那时候你是几天后才彻底 应该可能快第八天第九天的时候 对 那到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坐的直升机 我是住到国光山 国光山的宿舍吗 诶 体育馆 每个人都打地铺一格一格一格这样 就是大家都睡在一起 全家都在那里打地铺 对 全家都在那里 你累了多久了 诶 我住了好像快两个月耶 往宝莱路上的山坡 莫拉克后大雨一来就被冲掉一大块 王兔兔的印记提醒着居民忘不掉的噩梦 八八空在对我来说最令我害怕的不是雨下很大 而是晚上会听到一式雷声的声音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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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你既然都听得到 那它是不是就离你很近 对 所以晚上睡不着觉都听 都就是听着那个土石油的声音 我觉得真的会令我就是很害怕 就是甚至到现在都是 我觉得应该是乔蹲一半以上 应该有三分之二有 老人家他们都说 他们这是第一次就是住在这里这么久 然后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 包括现在所看到的六桂大桥 都是后来才重建的 一场风灾让这里断了希望 资深团圆都有创伤 我家是可以走到后面后院 然后看后面老东西 然后就突然发现说 这六桂大桥这个是断了一半 那怎么过呢 其实他们还是有建一个 比较小型的便桥 对 可是那个便桥 只是就是当时要一水一档 水水只要暴涨 其实基本上就只有一个重走 所以又要再重新再做一个 风灾刚走的那一年 连要上来六桂都很困难 却没有阻断陈俊志的决心 他只上来来这边练唱 大概只有可能两个小时 然后开车呢 开车就要花掉五个小时 我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辛苦 他包办这里山上与山下 一共八所学校合唱团的指挥 其中宝来与六桂更属于极片学校 一代就是十五年 别人必知唯恐不及 他却很乐在其中 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会在山上 隔天如果八点就要上课了 我从这边开上去的太累 所以我就会直接睡在 那个学校的宿舍 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种没有人想去的合唱团 我反而我想去 因为其他地方不缺 陈俊志带着这一群走过 莫拉克伤痛的孩子们 征战日本 南非 韩国 纽西兰 拿了不少面的奖牌 世界的舞台有了台湾的名字 我们今年去了纽西兰 我们带来了奥委会的会起 可是我们一样不能被拿出来 不能拿中国台北 对 我们得名的时候 我们在喊着台湾的同时 也有人喊着他们自己国家 想要把我们的名字盖过去 他们就会觉得说 好啊 没关系 我就是用声音告诉你 我们来自哪里 我是谁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说 他们那个使命感 会突然间增加很多 大部分团员 父母 靠打零工为生 家中的经济并无优渥 跟着合唱团出国 都是生平头一糟 陈俊志鼓励他们 不要放弃出去看世界的机会 我们高三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是拿着一个木板箱 然后是一票合唱团的人 然后就在街上 没这样挨家挨户 就说我们要去日本 妈妈就说 你干嘛去街上木款 这样子 反正她觉得 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 其实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没有会 就是支持我们 支持我去参加合唱团 为什么 因为她觉得太浪费 太多时间了 因为有时候 又是要加脸 然后 又要花钱 但是她现在不一样了 就是 她有看到我们做出的感言 我可以证明 给我们妈看说 我其实做区域 外面不是在玩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人口的成长 就是 会有哪一些因素影响 一路一出 一路一出 没错 所以会有这四个 原本只是来带合唱团 陈俊志发现 我高中的孩子 下了课 没有念书的地方 一开始 他找高一大的学弟妹 帮忙上课服 希望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回馈家乡 我记得刚来的第一年 就 我是建山的 建山有一些小孩子 很皮很皮 我记得那好几个月 我们都在讨论他 煎熬的就是 你不会轻易想要说 要放弃他 对 就我讲 因为他是 同个村落的小孩子 所以 不能说放就放 要帮助他 爸 检查牙齿 跟六龟感情 越来越深厚 他干脆把失去的诊所 搬到山上来 这也是整个大桃园地区 卫生所以外 唯一的牙医诊所 跟合唱团 学堂 都叫尼布恩 在布朗语里 就是牙齿的意思 一开始是因为 我在想说我的学生在看牙 不要收包浪费 学生的妈妈要收吗 学校的老师要收吗 学生的阿嬷要不要收 好吧 都不要收好了 副长 然后到现在都不要收 你说那个要咬那个 酱的对不对 对 奶油的 太甜 那个太甜 难怪都蛀痒 奶油 那是很多 来 今天只把一颗痒痒 很简单的事情 嗯 也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让他 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可以 省掉非常多的麻烦 不用揪车老顿 再到外面去 那也许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他就好好的去他的工作 这样子 诊所门口贴满了榜单 看起来比较像补习班 孩子们考上大学 他比谁都还开心 陈俊志把在这里的每位病人 当成朋友 也像家人 我一直 一直把所谓 能够到偏乡 开间诊所 然后再偏乡当牙医师 真的是当做是一个梦想 嗯 我是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在山上我觉得 嗯 医病关系的感觉非常的好 大家会 心存感谢 感觉这个医疗行为 不是商品在做买卖 嗯 嗯 然后 哪怕你只是把他 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他们 也会很感谢 手指线肠挂肚 那个 吃那个粉肠肠 吃竹血肠 那个 心心念念差不多 就是 很思念一个人 就 把他放在肚子里 肠子里面那种感觉 哈哈哈 我们在练唱过程中 某些时刻 我们会 蹦出很多的笑声 或者是一些 那个东西是我最在意的 有共同的回忆 掉下眼泪 我觉得那个是何尝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常常在舞台上唱歌 常常会掉眼泪 他们是都会掉眼泪 那是一种比师生 医病之间更深的情感 团圆经常家里有事 第一个就是打给 陈俊志 几年前 因为爸爸会长期续久 所以就有一些 家暴的事情发生 我有跟我爸爸妈妈 吵过 我就说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 你为什么带给我的家庭 是这样的 我们生在天乡 就 我自己认为 我就是没那么自信 我就觉得我就是输给 输别人了 但是透过合唱这个部分 他建立了我们的信心 当年跟在他身边的国中生 如今成长茁壮 以前是陈俊志被他们需要 现在也有付出的能力 大学毕业了之后 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电话说 我们愿不愿意 就是回山上福 就是跟着他一起 做他的协会这样 对 然后 其实听到的当下 第一个是我是觉得很感动 因为陈医师一直让我觉得 我被需要 我好像就觉得 原来我可以带来一些东西 让这个地方变更好 后院部队啊 对 那种感觉 他们就来了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让我好安定 安心 就像他们就叫我爸爸啊 然后 有两个已经 今年生小孩了 然后 因为他们常常 都常常来找我啊 然后 他们就说 那个叫阿公 哈哈哈哈哈哈 对从小一路练自幽班 后来当医师拿博士学位 身处高涉境地位圈的 陈俊志来说 以前只会在新闻中看到 隔代教养 经济弱势 甚至家暴的故事 如今都成为生命中 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有时候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耶 我给你很多的钱 但是 你不被需要 这个感觉是空的 对那我觉得现在这个 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是很踏实 对 以后我可能就是做轮椅出来指挥 他们要先推我轮椅出来 然后我再指挥 我说我要做着指挥 用音乐抚慰 这座山头的伤痛 今年刚满50岁的陈俊志 人生下半场 还要跟着尼布文的孩子们 一起歌唱 这个宠妻的好男人 太太从江西叫来台湾 怀孕的时候 特别想吃家乡的炭烤 但是到处找就是找不到 思念的味道 做丈夫的干脆开一家炭烤店 跟着炭烤师傅 苦学老婆娘家的烤串手艺 每一串手工炭烤 都有她的用心 和爱气的情谊 少辣 对 少辣 这家店的 里面 这家店的 好 这个要先烤背面 区区又挺 开起来好不好加木炭 大家都想要找一些 纯炭的 找不到 但我想说那不然 就开纯炭好了 成堆黑炭烧得火红 因为这是货真价实的 全炭炭烤 一晚上就得用这么多炭 尤其高温烫手只能咬牙忍 那买好的手套还是很烫 那机器没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控火 食材的每个熟度都不一样 你没办法用机器 不然我也想买个机器 自己在那边转 没办法 因为想做出百分之百 纯炭烤的烤物 控温只能用皮肉痛 跟汗水换技术 像你第一个月在烤的时候 手套一剥下来 它就是皮啊 皮都会黏在上面 然后你去洗澡 有没有 那种洗髮精啊 沐浴乳啊 你就会惨叫 因为真的很痛 那种皮就直接拖 拖三层油 这个小制是让它比较瘦的机器 我比较好控 如果你全部都大木的话 你的食材很快就嚼了 因为很多人吃我们家的鸡鱼鱼 他说不像外面吃起来很惨 他说你吃下去就是很嫩 人心都不知道 今天久了 其后为什么东西这么容易嚼 后来我才用两种方式去打火 一开始你要达到整个炉子 它要热 它才有办法烤 如果你一开始 像很多客人想说 现在要来 这至少要等半小时 对至少要等 半小时好了 你还要再上去烤 它温度有时候还是没有起来 五点到五点半 所以最忙 我最忙啊 因为要赶开一点 要辣吗 没有 好 焦了 过火的从把东西烤焦学起 串串的也是从很多串坏的食材 开始练手上功夫 卤的时候不能卤太久 如果卤太久的话 它那个皮的话就是烤不酥脆 它会有多余的毛 你看 你看不到 但是一夹就这么长 所以我们串一串 就会发现有肉丸之鱼 你看 鸡屁骨先卤再烤 还得手工挑细毛 上串 配料的时间 至少要超四小时 大小小的要在下面 大的要在上面 就是 因为那个火的话就是 上面的火会比较大 如果缩起来的话 手工串的东西 它都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没有办法用机器代替 它都滚刀式的 因为这样切开 所以再烤比较快 才不会让客人等太久 它就会累开就是这样 所以在用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这个瓶箱是最耗时间的 现在放一个葱白色 第一个为了美观也要好看一点 第二个最大的重点是 它口感会更好 更扎实 最费工的葱肉卷 光是切下来不用的 鞭角肉就堆成小山 焦点的地方太多 烤的时候也会 这里就不容易少 所以我们尽量会控制 那个长度跟宽度 然后我每次包这个 周肉卷 客人看到哇 你好大方 现在充这么贵 你还包这么多 因为我妈妈以前有做过那个 有开过餐厅 我是知道做餐厅 做这个是很累 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累 她当中就说 没事啊 我帮你一起做嘛 她说我不烤的时候 就帮你一起出来 结果根本没有 因为她已经很累 太热了 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了 看起来卖炭烤 自找麻烦的手工活还真不少 除了串串得自己来 酱料也是自己做 因为她比较喜欢吃 要重一点的口味 所以我们就 集合 集合在一起 所以酱料就是这样子出来 这一个是主力 一个是副手 然后主力在动作的时候 副手就反圆一点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要去影响主力的节奏 真的很累 她的手全部烫到 全部都 纸尖上面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知觉 看到这样子 就仿佛的烫伤 起碱 水泡破掉 又起水泡这样子 她就很累 她以前八十斤 就瘦到现在 跟这样子 所以可见有多辛苦 人生节奏跟炭烤翻面一样 不能等 两人就这样开始了 白天卖手机配件 晚上开探考的小生意 我的工作都是一看就会的工作 而且每个都很简单 看起来都很简单 但是她就是 很多 她有时候 有时候不是 客人点那些东西 比如要今天先剪一剪 有时候太忙 就不能来得及的剪 然后她就会生息这样 她说你又不剪 那等一下我要怎么考 我要考很久呢 那样子 她也会因为这个 她就是语气会重一点 然后就会有增长 但是 可是 两个人都还是能互相理解 没有那么严重 就找 找一家店来 对 就去 我就想说 我不要薪水 你用最快的时间 把我教会 大概学了快半年 半年 我跟我老婆半年没薪水 她都完全套白天的收入 初期创这个业的时候 是看不到钱的 我们那时候 刚刚第一个月开的时候 大概一个月 我们一人的薪水就一万多块 然后每天做十六个小时 三十天没有修过家 海鲜会比较难考吗 会比较难考 因为她那个越细的地方 她越容易嚼 这个一定要修掉 客人吃到口感不好 客人越是看不到的地方 夫妻俩越上心 说起来这探考生意 从无到有 也是因为疼惜太太 因为那时候我老婆怀疑 她就是很多东西都吃不下 台湾的口味 她两地嘛 那种口味味道不太一样 对 然后那时候就想要吃炭烤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台湾都是炸的 结果就开了 就很喜欢就是 宵夜的话 就觉得我喜欢吃烧烤烤烤的东西 然后我来这边吃就是 吃很多家 都是先炸再烤 这个叫杂串 你知道 不会叫做烧烤烤 所以你们这边的烧烤烤 好像都是我们那边的杂串 江西那边都比较 口味比较重 吃比较辣 太太远嫁 吃不到家乡味的炭烤 干脆自己做 也因为卖的是晚餐宵夜场 好客成了经营之道 大家都知道我三点关门 我们通常收也是要收到五六点 所以让客人待到五六点 是没有关系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床 是早上九点 香酥大肠 好吃吗 好吃 对 烤起来很酥 我想说你要装到尖 我要装到尖 所以我要装到尖 我都三盘装到尖 不要开尖 有趣的就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我们觉得客人 不光是客人也是朋友 所以我们不会去要求很多说 不能怎样 您印象中客人最开心说到几点 开手 八点 早上八点 早上八点 而且还是在外面喔 里面还没有的时候 最高啊 最输的时候哪怕急 对啊 毕竟常听人说 做吃的辛苦 早有心理准备 但两人也是一头栽进去 才知道 真不是开玩笑 有跟妈妈讲吗 不敢讲 不敢讲 我爸爸就问我 你每天都做几个小时啊 我说 嗯 没有再做几个小时内 我说 天还没黑我就开始做了 天亮以后还没睡 然后我爸说 你这个样子 身体受不了了 他你们看能不能做啊 不能做就改行 算了 所有的利润就是手工 我们要卤 像这个像豆干 我们都要卤十个小时 十二十个小时 你坚持的肥胃 太贵了 一串可能卖你十几块 或是二十五块 可是你不知道 可是你卖给交费者 人家怎么卖 对 这是我们几个手工企业 客人很多人来 我说你平价瓶怎么这么大 对 我就回家一句话 我说你吃的在哪 小小烧烤店 同板架的烤串 和客人热情 跟烤台热气交织着 红红火火的炭烤箱 每一串 都是纯粹的手作用心 为了照顾生病的爸爸 这位在美国长大的 台湾鸡娜搬回家乡 原本在国外开连接车着她 想着如果在台湾创业的话 开餐车好像还不错 但是完全没有餐饮经验 再加上自己又吃素 所以就动手研发素食汉堡 刚开始摆摊 生意实在是有够惨的 她形容 一百个人 可能只有一个人 会停下来跟她买 还曾经汉堡做到一半 客人听到肉排是素的 就跟她说老板谢谢不用了 还好这些挫折都没有让她打退糖谷 她决定主动出骑 开着餐车 在南北各地的夜市到处奔波 有时候曾经一天来回700多公里 差点就在高速公路上开到睡着 每天晚上10点收摊以后 凌晨接着还跑批发市场去买菜 虽然创业的过程很辛苦 但是素食汉堡渐渐地打开了知名度 也开始有卖素食的业者加入她的环岛行列 十多台餐车一起出动 聚集成了素食小夜市 看到推广素食有了不错的成绩 还能帮助其他的摊商 不用再像她当初一样 卖素食卖到处处碰壁 以前所有的辛苦想想都值得了 帮忙了 龙虾马上 来 龙虾 可以叫什么 有 好了 很快喔 十秒一分喔 来 蓝带香橙好了 132千 我追很久但是因为远 不可能去啊 剛好來到我們家這邊 所以我就想說趕快過來 一來我就先來拿牌子 那就兩百多號 那時候還不到一百號 許多客人跟這位小姐一樣 耐心排上大半天 就為了吃到這口 全台夜市神出鬼沒的漢堡 湖裡到底賣什麼藥 把牛排 烤芽馬上喔 泰式檸檬龍蝦 泰式檸檬龍蝦馬上來 水裡油的地上爬的 這裡通通點的到 喬治端出的海陸大餐 跟別人很不一樣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素牌 是大豆小麥鴨層的 大豆小麥粉 它的那個口感其實咬起來 一絲一絲的很像在吃 像吃豬肉乾啊 像吃雞肉的感覺 但是其實它是素牌 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 從小吃漢堡薯條 長大的喬治 就算吃素 在國外也有很多選擇 回到台灣騙尋不著 他乾脆自己做 我在美國吃過很多 素漢堡的那個肉排 那我就想說 要做我的規格 我的大小 然後要硬要軟 雞翅的感覺 像那個美國 像賣那個Buffalo Wain的感覺 然後就是想說 讓吃素朋友 有一個素的烤鴨堡 我們不是都有一種小缺的心 說想夜市的是東西 其實我們素食者夜市的不多 從小都是漢堡是肉 但它現在不是肉嘛 我們是蔬食 就覺得它也可以把它做得這麼好吃 好 謝謝你喔 感謝趙謙 趙謙 謝謝 好誰掛號的 趙謙 回來台灣是要照顧生病的爸爸 原本是做辦公室的國外業務 但薪水跟美國差了好幾倍 他決定自己創業 拿號碼牌嗎 晚一點 晚一點 240我會發第二輪 要有號碼牌才可以買 先買其他攤的對不對 生意夯到要你先去逛別攤 但可別以為 喬治一開始就這麼順利 14年前第一次賣素漢堡 是在海邊的小店 做半年就宣告失敗 它是算一個觀光區 只有週末假日六日才有人 所以平常就是可能 就是下班才有人來公園散步啊 或者晚上來釣魚 然後那些人他們也沒有吃素啊 剛開始很少 那時候大概我可能 一天可能賣不到10個漢堡 創業踢到鐵板 喬治沒有被挫折打敗 國外回來的他對台灣夜市很有興趣 逛著逛著有了靈感 因為美國沒有夜市 然後我自己回來台灣 我就發現說哇夜市好棒 Only in 台灣才有的那種文化 我就想說不如我進夜市賣好了 好吃的素漢堡喔 來看看喔 一整個晚上一直叫賣 五百遍一千遍 然後可能才有一個人走過說 老闆你賣素的喔 台南高雄屏東是算最遠的 大概可能要開三到四個小時 台南是大概300坐標啦 然後高雄大概400 喬治開始雞呆掐吐鬼呆丸 靠著素漢堡打開知名度 現在到哪總有一票鐵粉 盼著他來 這是用百萬里程數換來的 有一次我那時候 好像是去台南還是嘉義吧 然後那時候我就開回來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有請員工 我那時候還是一個人 然後我就開車 開到有點渡顧了 開到渡顧然後那個車子會飄嘛 然後我就有 後面有國刀警察 後來他就跟我說 你有沒有喝酒啊什麼的 我說沒有 你是做什麼 我是跑夜市 也是勸導 就說那你先下去 你先下休息站睡覺 大姐 早 大姐 早 早 早 你來什麼 我看看新菜 這個不錯 滿新鮮的 每天夜市收攤後 還不能回家睡覺 轉移陣地 繼續 馬不停蹄 現在是凌晨一點半 那我現在是來到台北 大台北果菜批發市場 那是在蘆洲 明天還有一場在士林 所以我今天需要來 果菜批發市場買些菜 然後明天就是擺攤的時候 漢堡可以用的 夜市擺到哪 他就到當地市場 買食材 許多一輩子住在台灣的人 可能都沒有比這位 國外回來的華僑接地氣 以前在美國開連結車的他 完全沒有餐飲背景 生意之道 全靠雙腳走出來 這邊讓你們知道說 住學站什麼 在巡迴的過程 我就慢慢認識了 這一切今天 所有你看到的餐車老闆 然後我就邀請他們說 欸 那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跑夜市 大家結合在一起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素食一條街 素食的小夜市 一次聚集這麼多素食 就很吸引我 怎麼說 因為你不管是住家或辦公室 有素食的其實不是很多 從不被看好到一呼百應 喬治堅信 路是人走出來的 把挫折化成養分 點亮自己與別人的夜市人生 台中草湖的蚵仔冰 文明全台灣 早年農業社會 草湖地區盛產芋頭 再加上老一輩都說 第一美冰 第二做一生 芋頭冰的生意就這麼的發展了起來 民國70年代全盛時期 草湖就有20多家冰店 但是治冰實在是耗時費工很辛苦 忘記也只有那兩三個月 許多老店都陸陸續續地收攤了 我們要介紹的這家 傳承四代 經營超過一甲子的 歐蛙冰 也是最早賣歐蛙冰的老店之一 四代人追尋古法 用心做出每一塊冰 延續這份做起來一點都不良 卻在顧客的嘴裡和心裡 留下慶良的家傳事業 聚集在這座吃冰寶壁 是酷暑一大享受 雪花冰淋上厚實紅豆泥 香甜中帶著透心爽口 手工冰棒得要細細品味 良中酸香 小芳冰口味多元 卻有個多年傳承的代名詞 藕蛙冰 因為早期做的話 就只有芋頭口味 因為草屋這邊很多人種植芋頭 我們在取得芋頭比較方便 所以就只有做芋頭的一種口味 然後其他口味是慢慢再延伸出來的 所以說大家都是芋花冰嗎 芋花冰 對 因為就只有那一種 現在我們用的芋頭都是大甲的芋頭 但是品種一定要檳榔芯那一種 對 這樣才會比較香 檳榔芯芋頭沉重飽滿 做出鄰家鎮店的小幫兵 一賣就超過一甲子 每到旺季都要面對一座芋頭小山 一天可能差不多都要50至100斤左右 芋頭 百香 花生 牛奶 這幾種都不錯 但是芋頭一定會比較小的 芋花冰 家鄉盛產芋頭 讓早期憑藉地利之變 催生出紙冰生意 全部社會講求的實性用 得耐心把芋頭熬軟 磨成異狀 現在是零下差不多28 30這樣 打到它稍微有一點揪度的時候 再拿起來再垂 口感就會比較好 慢慢打到理想溫度 令重量傳承阿公的手藝 牢牢記著技法 下去你要轉動 它才不會黏起來 不然下面整個都會黏住 要轉 可以轉變垂 對 讓它紮實一點 然後它有些沒有黏在一起的 你垂一垂它就會擠壓在一起 口感會比較好 看似簡單的垂打 實際上藏著眉眉嘎嘎 得拿捏力道 免得越垂越軟出水融化 都要這樣這樣做 和職業傷害和平共處 做出機器取代不了的品質 兵體敲到平整後 就得出洞 釘板 畫上大小一致的切線 這可是阿公的智慧 因為一開始做都是做把布這樣軟的 有些客人帶著便當盒要來購買 我爺爺就會把它讓它帶遠一點 讓它急速冷凍變硬的 一大塊 很大塊這樣 讓它裝便當盒 但是久而久之之後 客人就會想說一個便當盒 可否裝成兩三種口味 我們就直接 爺爺就把它切得越來越小 小方兵不但討喜可愛 還能讓客人品嘗到更多種口味 憑著一小塊冰 就打響家鄉早期的知名度 早期阿公是做鐵工的 有幫人家焊接一些冷凍機的設備 所以就有那個機員 去認識一些做兵的老闆 早期那些做兵的老闆 大家研究 然後我爺爺再回來 自己去研發這樣 研發成歐巴兵 自己要腳踏車騎著去 巴噗巴噗或者去審議會 定點賣 靠著口耳相傳 每天就能賣出上百金兵 民國七零年代 家鄉的兵業來到鼎盛齊 小小地方就有二十多間兵店 但時代洪流能改變許多 如今堅守置兵崗位的人寥寥可數 可能是辛苦吧 因為這個旺季的話 從早上很早就要開始打 一直打兵做到晚上 有時候還是賣不夠 但是你淡季的話就沒有客人 這個要讓它再硬一點 這樣太軟了 Q度還不夠 好 傳授做兵技巧 是林家父子的夏天日常 年輕人願意接班職兵 做爸爸的滿是欣慰 也看著兒子一次次從失敗中學習 只是不會念 然後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失敗一定要罵 不能常常一直失敗 大聲罵自然他不會成長 要嚴格一點 剛開始做的都不是那麼漂亮 是到後面這一兩年做的都會比較成功一點 不然之前打掉的NGP很多 就是大小塊或者是你的裂掉之類的 年紀輕輕卻已經有滿腹直兵精 鄰居要和爸爸一樣 活小就開始在家裡幫忙 也回憶起小時候 在店裡幾乎都沒有暑假 去世倒是不少 同學都會騎腳踏車這樣經過 然後叫我的名字 又經過要叫我的名字 所以我只能在家裡 然後跟他們打招呼 對 然後只能跟他們打招呼 要 我要那個名字 然後我要多一支的 我要牛奶 小方兵餵養著鄰居要長大 成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今在爸爸身旁 總是提醒自己要做到好 剛開始一定沒有像 爸爸他們的經驗那麼多 然後我們就只能一直做 一直做 重複一直做 接著爸爸的這樣腳步做下去 對 就做得比我爸現在好就好 真的好 希望他能用心傳承下去 一代借一代 讓客人吃得到我們家的兵 小巧的兵 承載鄰家死帶人的回憶 也造福每年夏天 都來報到的老客人 對彼此來說 這就是剩下緊密的連結 讓人難以割捨 歡迎回到台灣亮起來的節目現場 這一款充滿時代記憶的 老字號零食 特別選用台灣米做成餅乾 並且深入鄉鎮 尋找在地食材 從台灣頭找到台灣尾 甚至還翻越了中央山脈 用洋蔥水果茶葉可可 創造出新口味 不但提升了農作產值 也透過古早味零食 串聯在地的好味道 其實沒有爛都是好的啊 其實它這是一頁一頁包起來的 所以它越大顆是 因為它肉比較厚 所以口感就比較油 一排排洋蔥 站在田梗上享受日光玉 蔥球青鋪後結實累累 採收高手都是把墊子綁在山上 邊走邊剪的 而這整片洋蔥浮倒田間的景象 可只有在國境之南才能看到 通常因為它曬得很乾 都會剪葉子而已 因為有洛山風 因為你有風在吹 它那個提感溫度會比較低一點 不管是恆春種的東西 不管是什麼都很好吃 只是賣相比較差一點 所以種洋蔥是最好的 洛山風吹拂 讓恆春洋蔥葉脈短小彎折 養分所在求精內 所以風味加甜度高 但要嘗到洋蔥的甜 得用鹹鹹的汗水來交換 一樣是26度 它有洛山風跟沒有洛山風 就差很多了 以前恆春這個地方是洛山風大 所以它其實沒什麼病蟲害 因為氣候一直在變遷 它溫度越來越高 提到它的價值 這個農民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對於農民看天吃飯的辛苦 膽香務農的楊大哥點滴在心頭 但新鮮洋蔥除了一顆一顆的麥 還能怎麼做 工廠裡新鮮米糧 哗啦哗啦傾斜而下 隨著產線一路往前 一顆顆造型宛如迷你甜甜圈的零嘴 哐啦哐啦掉下來 經過高溫烘烤維持脆度口感後 接下來洋蔥登場 新鮮洋蔥加工後變成粉末狀 隨著滾筒翻滾 均勻附著在米餅乾上 這可讓洋蔥有了新吃法 洋蔥我們一直等 等到有人採收了 等到洋蔥要變成零食 那洋蔥那麼大怎麼變成零食 然後你要怎麼跟農民溝通 農會完了採收農會 然後的後續的發展 這個每一件事情 它不會在一天之內就做到 也不會在一個月之內做到 我們有很多產品開發了一年 甚至一年半 現在說來輕巧 都有一套產線SOP了 但用米做零嘴 除了要依照倒作的特性調整 要讓不同農特產發揮各自美味 每一種口味 至少得經過六到八個月以上的嘗試 至於洋蔥 這季節性地獄性強的農特產 要拿來做餅乾 當然得親自到產地走一遭 它是利用洋蔥的直徑的大小 去做一個分級 分成大中小 小球大概是六到七 中球是七到八 然後大球是八到十公分 十公分一分以上就是特大球這樣子 原來小小一顆洋蔥 從田裡進到工廠前 得經過好多人一起努力 有像團散業者 他們會比較喜歡大球 或者特大球的 他們在切的時候 其實那個量他們比較簡單 可以很快速的處理 一般的消費者 他們都喜歡中球的比例 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除了稻米 洋蔥也是粒粒皆辛苦 這一顆顆翻滾跳動的 不只是農民的辛勞結晶 也是銜接產銷兩端的重要轉運站 五噸的新鮮洋蔥 它頂多能夠做差不多是200公斤 或者是多一點的洋蔥吻而已 我們屏東燈會的時候 有做過一次消費者接受度非常高 然後我們就會想到 這個洋蔥吻可以來多加利用 所以我們後來就慢慢 再發展出一些餅乾類的東西 耕地產量有限 但產值有機會提升 洋蔥的各式樣貌跟大膽嘗試 很多時候大夥都是從失敗中學經驗 也是從接觸食材的過程中 發現更多可能 因為區有的因素 以前的一個農業經驗 是靠經驗來傳承 什麼時候該施肥 什麼時候該用藥 那現在因為區有變化的關係 我們農會這邊也是在慢慢推廣 所謂的智慧田區的一個管理 比較不會浪費這一些的一個農業資源 也不會造成主地的負擔 因為要讓在地化落地生根 選用產地農作指示其手勢 它就是一包零食 它很簡單 可是當你在想用這個零食的時候 你會開始注意到上面的故事 你會開始跟你的朋友去討論 去分享 只有你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傳承的目的就開始了 大家就越來越能夠共享 然後有共享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分享 這不就是我們很重要一個台灣的人生 讓在地零嘴傳遞鄉鎮文化 也為農產品帶來新風貌 創造更多友善農耕的新商機 謝謝收看我是白心意 唐文亮起來我們下個禮拜再見了 謝謝收看我是白心意 謝謝 我是白心的 謝謝 我們下一個禮拜